克罗埃西亚争冠!美英主动示好重提南斯拉夫,准备下一旁大棋。 今天晚上克罗埃西亚将与法国争夺世界杯冠军,对于克罗埃西亚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,这是其历史第一次。 克罗埃西亚网红女总统与球员平静拥抱的场景很感人,也很激励人,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小国来说不算什么,民选总统吗? 可能关注时事新闻的网友都知道借助克罗埃西亚杀入决赛的东风,特朗普跟特雷莎梅,双双跟克罗埃西亚拉起了关系,各自获赠川普9号和特雷莎10号球衣一件,成了美英在北约峰会难得的哭中做了了。 但是这背后的战略默契,三方都心领神会。 同时美国出了真正的杀招,也就是北约峰会的另一个决定,邀请马其顿为北约成员国。 从最北端成员国克罗埃西亚,到最南端的成员国马其顿,都得到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默许,根本的目的,还是复生南斯拉夫联邦。 当然美国重提南斯拉夫不是为了让这些国家好,而是为了让南斯拉夫曾经的几个国家组合起来,共同对抗实力强大的土耳其和向独立运行的欧盟。 毫无疑问,这也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布局而已。 要知道,当初南斯拉夫是美国一手撕裂的,如今又想把其当棋子了,就就是重提了。 美国当年口号人权高于主权多么动听,欧洲也参与打击南联盟后来叫做不该这么做为何,欧元因为动荡局势下跌,国之不存民以和安,有国才有家。 北约的存在意义只是让美国延续其超级霸权的虚荣而已,川普作为商人比起以前的美国总统更看重的是李子而不是面子,但历史惯性太大,它已经无能为力了。 南斯拉夫所在的地区不能叫欧洲的火药桶,应该叫欧洲的火药工厂更是和谐。 大国在这里生产火药,不断地扔出去搅动住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。 可怜的南斯拉夫人,只有铁拖在世才能让他真正拥有尊严。 国家不强大,必然只会成为他国的棋子。 网友开玩笑说,特朗普撬开了南斯拉夫的棺材板,拖出来南斯拉夫的遗骨,租装了起来。 街主又用闪电复活了他,取名为,南斯拉夫兰肯斯坦。 当年的南斯拉夫被西方颠覆势力之界,直到现在也没过上好日子,如今又被川普描上了,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 美国的一切目的,都是为了维护世界霸主的地位。 美国永远第一,但是现在有些力不从心。 所以总是发扬巅峰,四面出击,与全世界为敌。 但无奈将和日下,内外交困。 我们要有自我定力,办好自己的事情。 冰来江挡,水来土掩。 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。 天下奔无事,贼人强扰之。 川普一个心的折腾搅乱和平,其实万变不离其宗,制造地区乃至全球紧张局势,其目的就是推行美国霸权,推销军火,推动军工超级发展,以继续维持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。 但是,无论冷战热战,战争终归违背时代发展潮流,终归不得人心。 不得人心者终归逃脱不了历史正义的惩罚规律,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,必将惨重摔倒不起。 突然间觉得,欧盟就是老美左手牵的一只猴子,被约就是老美用手里拿的皮鞭子,而且这只鞭子还是用猴子皮做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